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正式开讲之前 我先说几句关于上次的讲座 上一次我们讲如何通过数据了解美国大学 我着重讲了九个数据 爸爸妈妈反映 这对实际操作非常有帮助 在分析数据之前 我也利用这个机会阐述了我在伯克利接受大学申请咨询师培训时反复强调的一个理念 也就是学生需要进入一所适合自己天性禀赋 学习能力 性格特点 职业兴趣和家庭经济条件的学校 而不是为名校是瞻 在这里 我当然不是否认名校的各种资源 我是想说 我们在申请大学和在为申请大学做各种准备的时候 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千万不要眼睛只盯着那几所屈指可数的名校 为他们的名气压彎了腰 在这里先和大家分享一幅照片 这是我讲座前随手拍的 是贴在家里墙上的北美四年制大学的地图 那看到绿色勾画出的学校呢 是我刚买回地图时兴致勃勃的勾画我的朋友同事就读的学校 还没有勾完就打消了念头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一个个勾出来地图就被毁掉了 那么跟大家分享这个图片呢 是想说 美国大学实在是非常的多 很多的质量都很好 能够给小孩子提供适合他们高中毕业后发展的环境和资源 这么多好的大学 只是很多中国媒体不知道 或者为了吸引眼球选择性的报道 中国人不知道罢了 美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当的丰富 丰富的资源也绝对不是只集中在少数的几所 十几所 甚至几十所我们中国人所制造的那些学校 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优势 能够满足不同的学生和家庭的需求 能够进入一所适合自身发展 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大学 无论对于孩子还是父母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这里再推荐下我的公众号 以后我会在公众号里专门引用靠谱的数据和专业的研究 都告诉大家名校的牌子和学生毕业后就业到底有什么关系 怎样的大学选择对于学生和家庭来说是理性的教育投资 同时也会和大家介绍美国大学丰富的教育资源 上次讲座后 有很多家长和我留言 跟我说很赞同我的观点 他们说在这么多关于名校的喧嚣和躁动中 很高兴有人站出来积极的推广 进一所适合学生自己的大学的理念 我想说我们很多人到了美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当年在中国高考在中国考试的指挥棒下 接受了凡是以高考为中心的短试的应试教育 我们来这里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成长 如果我们在美国的环境下 仍然把中国应试教育的思维方式强加在孩子们身上 不知道这是不是违背了我们的初心 我们需要让孩子们知道 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必须得进哪一所或者哪几所大学 而是在高中阶段培养并且永远保持 对知识强烈的渴求 对他人真诚的关心和对生活不灭的热情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今天讲座的内容是 美国大学助学金奖学金基本知识 我主要回答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读一所大学真正需要支付的费用 第二个问题 大学读书可以获得哪些经济补助 第三个问题 这些经济补助从何而来 第四个问题 如何申请经济补助 最后一个问题 讲学金如何申请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 读一所美国大学真正需要支付的费用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一张图片 是说 Net price equals cost of attendance minus gift date 也就说 读一所大学需要家庭支付多少钱 我们看的不是通常所说的标价 or sticker price 我们需要关心的是net price 我上次说 读一所大学的net price不等于sticker price sticker price通常不是一个家庭读一所大学真正需要支付的费用 那我上次还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不知大家还记得吧 所以说坐飞机买机票 不是很多人都得全价支付机票的 实际上是大多数人买的都是打折机票 每个人付的费用不一样 读大学所需要付的费用也是一个道理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公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cost of attendance 先跟大家分享一幅图片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概念 cost of attendance 大家从这幅图里面就可以看到 cost of attendance包括各个方面 tuation fees room and board books and supplies personal expenses transportation and miscellaneous 那我们一个个来讲 首先呢 是tuation the cost of taking courses 那就说 修课需要给多少钱 一般是按照学分来计算的 一个学分值多少钱 那这个一个学分值多少钱 每个学校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费用呢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叫fees 杂费 学杂费啊 我们经常一起说 那这些杂费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 体育馆费用啊 学生会组织费用啊 学校上课 教室物业管理费等等 学校会对这个fees提供一个清单 那cost of attendance里面 包括的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woman board 在寝室里面住宿的费用 这个呢 每个学校差别都很大 不仅是每个学校差别很大 在学校内差别也很大 比如说寝室的条件不同 在吃上面 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套餐 那么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 这一方面也是要看的 比如说旧金山的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第一年住校 学校是有保证的 那么第二年住校以后呢 第二年以后呢 学生住宿就得自己找 那我们知道 在旧金山租房是相当的贵 即便是学校提供找房的帮助 有便宜点的房源 比起在市郊 或者乡村的学校住宿来说 也是一笔相当大的开 相当大的开支 对于大一新生呢 学校基本会要求在校住宿 这有很多好处了 比如说 让学生尽快的认识新朋友 能够很快的融入学校的环境 那有的学校会要求说 第一年住校时 不允许学生自己有车 第一年之后 一些学校要求放松了 说好 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是住在学校呢 还是在校外住 那我是建议 大学读书时 尽量住在学校 这方便学生参加学校各种活动 认识很多朋友 同时上课也节省了 非常多的通勤时间 那么如果 那么大家在选择大学的时候 也可以看看 如果大部分学校 大部分学生不住校的话 说明这个学生 这个学校缺乏 Essence of Community 也就说很多学生上完课就走人了 学校可能没什么活动 下面呢 我们来讲Books 在美国读书 我们都知道书本费很贵 前几个星期才有一个 从Community College 转学到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读土木工程的一个大三学生 到我们家敲门 让我们买当地的报纸 那这个呢 是学校和报社的联合项目 学生推出推销出一份报纸 其中一部分钱 就会作为读书的书本费 那减小Books开支的一个 另一个方法呢 是买二手书 二手书会便宜很多 还有很多学校的Bookstores 还有Buyback Policy 收购学生用过的二手 或者三手教材 但是书本要求保存的比较好 那还有教授和出版社联系 买了一本书的一张的版权 做成Course Pack 这样子学生就不用买十几本书 而用到的只有其中的几张啊 另外 School Supplies呢 包括书本呀 书包呀 笔记本 纸笔 各种文具 那这个呢 和个人消费习惯相关了 还有一个呢 是Transportation 通勤费 如果不住在学校 需要开车上学 买车修保 买车保险维修 也是一笔需要考虑的费用 那我知道 大一之后 有很多学生选择不住在学校 觉得学校数色 学校请示贵 那么想在校外住远一点 便宜自己买车 到后来算下来 开车的各种费用加起来 其实跟住校差不多 甚至还多一点 那比如 另外呢 如果学生读读书的大学 离家比较远 寒暑假回家 交通费也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另外还有Personal Expenses Femiliennes 没有写上来的 比如说学生的穿衣打扮啦 手机费用啦 和同学外出活动的开销等等 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呢 我建议高中时 一定要开始训练小朋友 管理自己的财务 做好财务规划 学会记账 做预算 这对大学独立生活 非常有帮助 有了这方面意识 不会大学读书 读到一半发现 哎 家里给的钱不够了 不知道下半学期怎么办了 那我知道一些学生 第一年读书没有规划 零用钱提前用完了 那同学的活动又想参加 于是开始出售饭卡里的餐券 本来一天吃三顿的 为了有一些零用钱 一天就只吃两顿 我们所说的读一所大学需要多少钱 通常指的是cost of attendance 就是我刚才所列出的所有费用的总和 也就是sticker price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UC Davis的例子 UC Davis 他的环境学农业和生物相关的专业在业内口碑都非常好 那么这里再顺便说一句 9个招收本科生的UC校区 每个校区都有他们独特的长处和特点 我们经常听家长和学生说 好 申请UC一生就是9个 好像9个校区一个模子印出来一样的 只有录取率高低的区别 其实他们差别很大 就有点像白人觉得亚裔 长得一模一样分不出来 可是我们自己可知道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 看上去差别可大了 在上面分享了两个图片呢 就是UC Davis对于州内和州外学生的费用 数据来自BigFuture 就是上次我推荐的网站是college board负责的 那两幅图片上面写的 published annual college costs before financial aid for 2015 first year student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所说的cost of attendance 这个数据呢 也是最新的数据 这些数据里面 除了tuation and fees 其他的各项 包括room and board books and supplies personal expenses and transportation 这些呢 也是都是因人而异的 学校列出的数据只是一个估值 一个平均值 那学生 有的学生或多或少 比如说 学生 一个学生从东部来UC Davis读书 每年多回几次加 机票加起来一起的费用 可能就不止626了 所以这个费用呢 只作为参考 另外我们对比这两幅图片 也可以看到 UC Davis 对于州内住校的学生来说 一年的总开支是34,000 那么对于州外的学生来说 这一开支是59,000 他们的唯一差别就是tuation 那么对于州外学生来说 这个59,000的价格 差不多就是在福利大学读书的价格了 公立学校对于州内和州外的学生 我们都知道 所述费用是不一样的 中内学生支付费用最少 其次是州外 最后是留学生 留学生还要加付一笔费用 叫international student differential fees 那么这个费用 也是美国学校不一样的 我之前写两篇文章说 几乎六成的美国学生最后的留在居家50英里的地方读大学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总的来说 工薪阶层的家庭 工薪阶层家庭的小孩子 在选择大学时 有比较多的经济顾虑 更为距离远近束缚 同家庭环境比较小的小孩子 比较好的小孩子相比 他们选择大学的范围可能小很多 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图片呢 是说在全国范围内读一所大学需要多少钱 那大家看到呢 只是学杂费 没有其他的费用 这跟全国各地经济水平相关的 那么就连学杂费也是一个总而言之的数据 各个学校差异很大 那再次强调 这个只是学校的标价 对于很多家庭而言 不是真正需要支付的大学费用 那在这个图表中呢 第一个数据 Public Two-Year College 指的是在社区大学读书需要多少钱 那我们可能不知道 有很多的美国学生选择读社区大学 修完公共课程以后再转学到C 再转学到UC 这对家庭来说是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 其实在UC里面 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从Community College转学过来的 加州公立大学系统的设置也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帮助最开始由于各种原因 先读两年制社区大学的学生 顺利过渡到四年制公立大学 而且加州社区大学两年公选课课程的安排 也是为了帮助学生完成今后在UC读书的要求 衔接的非常的好 我遇到很多转学的学生 他们在UC的学习生活一样的出色 加州的公立大学对于州外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昂贵的 基本上费用属于私立大学的水平 甚至还要高 那其他州的极限公立大学基本也是一个情况 比如说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versity of Vermont University of Texa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enn State等等 那我之后会在公众号里仔细的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极限公立大学费用非常费用 用这么高的费用 对于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概念 Cost of Attendance 下面我们来讲 第二个概念 Gift Aid 所谓Gift Aid呢 就是学校给学生的经济补助 给了学生和家庭是不需要还的 也就是Free Money 这不同于学生贷款和在学校打工赚的钱 这是免费的学习资助 从刚才这幅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Gift Aid的来源多种多样 它主要包括 Federal Government State Government Colleges Privat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最大的来源是联邦政府 州政府和学校提供的 有企业公司基金会 可能会拿到一些资助 但是和政府学校提供的Gift Aid相比 一般情况下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刚才所说的 一定要记住的公式 Net Price equals Cost of Attendance Minus Gift Aid 我们关注的是Net Price 而不是Cost of Attendance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那么下面我们来仔细谈Gift Aid 我来回答几个问题 首先 有哪几种Gift Aid 第二个问题 大学如何决定 谁拿免费的钱 拿多少钱 Free Money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Need Based 第二种是Married Based 所谓Need Based 就是根据家庭条件 经济条件来定的 那怎么根据家庭经济条件 来决定这个Need Based Financial Aid呢 我们待会会仔细讲 我先来讲讲Married Based Aid 那所谓Married Based Aid 是考虑到学生高中成绩 标准化考试成绩 课外活动和兴趣特长等等 这是跟家庭经济条件 没有直接关系的 在美国大学体制中 给学生的免费学习经济资助 绝大部分都是Need Based 是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来定的 只有很少一部分是Married Based Aid 主要是学费打折 我们叫做Discount 比如说吧 本来Cost of Attendance 6万 家庭需要全额支付 学校说 好 给你5000的Married Based Aid 打个折 你来读吧 那回想一下 我刚才所说的 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飞机票打折 在美国 很多情况下 学校用Married Based Aid 作为策略 来吸引家庭条件 比较好的学生 到学校读书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学校给了Married Based Aid 5000 Cost of Attendance 6万 虽然送出了5000 但总的来说 还是赚了 如果说6万的学费 学生不愿意来读 那打了个折 是55000 从消费者心理来说 觉得学校好像重视自己了 那钱呢 也少了一点 学生和家庭就心动了 当然了 这不是说有钱就行 学生还是要达到学校要求的 所以学校希望成绩 所以学校最希望的学生是 成绩又好 而且家庭条件又好的 能够全额支付学费的 这一部分学生 这也涉及到 美国教育体系中的 社会公平和财富分配问题 也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家长说 好 某某某家人小孩子 拿了两万奖学金 进了某所学校 我们家的孩子 ACT高了很多 进了这所学校 为什么只拿了一万 首先呢 我们必须得知道 ACT只是大学录取中的 一个标准 大学通常采用 对学生的评估 是采取综合考虑的 那么我们现在 只有一个信息 无法判断 另外 一般家长说 奖学金 是把need base 和merry base 混为一谈 那我们不知道 这两万 是家庭 是基于家庭经济条件 给的呢 还是根据学生的merit 来给的 还是兼而有之 如何分配的 我们只看到了数据的表象 没有看到数据背后的故事 这里我再强调一下 美国政府和大学发放的 大学经济补助 绝大部分都是基于 家庭经济条件 这个家庭对大学读书的 经济需求 也就是所说的 financial need 这是为了减小社会贫富差距 各阶层鸿沟 从社会层面上 做出的努力 这个和英国大学录取的理念 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以后我会在公众号里面谈 那么如何计算financial need呢 我们再看一个公式 这个呢 是我们理解美国大学的financial aid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公式 它是说 financial need等于 cost of attendance minus 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 那cost of attendance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现在我们着重来讲 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 什么叫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呢 所谓efc就是 根据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 政府或者学校认为 一个家庭应该为学生的大学开支承担多少费用 那这不是一个家庭想不想出多少钱 而是政府或者学校认为 这个家庭应该出多少钱 那如何确定一个家庭的efc呢 主要有两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呢 叫fefsa 也是最常用的算法 它的全称是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 我们也叫做federal methodology 是联邦政府用来评估一个家庭需要支付多少大学费用的计算方法 那很多州也采用fefsa来决定州政府对一个家庭提供多少经济补助 绝大部分学校 公特别是公立学校也采用fefsa 那在这个fefsa的系统里面 国家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计算标准来评估家庭的efc的 那么评估的时候考虑到哪些因素呢 我来列举一些比较比较关键的 第一个当然是家庭的年收入 第二个呢 家庭的规模 比如说一个家庭一年的年收入是10万 三口之家和七口之家 fefsa算出来的efc肯定是不同的 另外一个是父母的年龄 父母一方年龄越大 根据fefsa 国家会留以更多的钱作为父母养老用 另外在同一个时间内有多少人同时读大学 那如果小孩子同时读大学 每个小孩子算出来的家庭的efc会小很多 那当然了fefsa还会看家庭的财产 刚才讲了fefsa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种efc的评估方式 它叫css profile 我们也叫做institutional methodology 是college board管理的 那么现在呢 有将近大概有250多所学校采用css profile 基本都是私立大学采用的计算方法 他们认为fefsa不能够准确的衡量一个家庭的经济水平 在计算一个家庭应该为孩子提供多少经济支持时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比如说fefsa只考虑住房之外的家庭财产 那么css要考虑当下住的这套房子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家庭他住了100万的房子 但是没有任何的年收入 那fefsa是不考虑的这套房子的 那对于css profile来说呢 是要考虑这100万的房子呢 所以这样计算下来 这个家庭的efc差别会很大 另外css profile也考虑各个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 同时他也考虑这个家庭每年需要承担的医疗费用 比如说一个家庭收入10万 家里有病人每年有2万用于医疗费用 作为医疗费用的开支 css profile这一点是会纳入其中的 那么他有他还有很多 fefsa和css profile还有很多区别 这里就不仔细讲了 我们来说说实际操作 在哪里计算页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家庭的efc是多少呢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款efc的计算器 很多网站都有啊 我就推荐bigfuture上面的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网站非常的有用 信息很多 那我们可以在bigfuture上找到efc calculator 其实可以直接输在google上输 bigfuture和efc calculator 那么这个就会出来了 在填表的时候这个网站会问我们 我们是选择federal methodology呢 还是institutional methodology federal methodology就是刚才我所说的fafsa institutional methodology就是我第二说的第二种算法 css profile 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选both 于是根据提示一步步回答问题 提供的信息越多 答案越准确 估算出来的结果也越有参考价值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关于financial aid的公式 financial need equals cost of attendance minus 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分享的这幅图里面我们看到 四所大学cost of attendance不一样 在efc一定的情况下 不同的学校所需的financial need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college four是不需要任何经济补助的 因为根据efc结果 这个家庭可以全额支付学校开支 是不会拿到need base aid 因为根据国家规定 学校给一个家庭发放的financial aid 不能超过cost of attendance 这里主要指的是need base 那这个公式里面的两个代念我们都讲完了 net price等于cost of attendance minus gift aid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家庭选中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的cost of attendance是45,000 家庭算出来的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是9,000 那么这个家庭的eligibility for aid 也就说financial need是36,000 最后学校给家庭 还有政府给家庭发放的所有的financial aid 这包括need base和merry base是19,000 最后net price算出来就是cost of attendance 45,000减去gift aid 19,000 最后是26,000 那我们在选大学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就是这个net price26,000 需要比较的呢 也是这个26,000的价格 我们刚才说了 free money中一部分是政府给的 一部分是学校给的 那么政府给的是一定的 就是根据EFC来决定的 那么学校呢 给的有的比较慷慨 有的比较吝啬 那么如何知道你去学校慷慨 你去学校吝啬呢 还是回到bigfuture这个网站 我们会在这个网站上找到数据 现在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University of Redwood 是我们加州的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风景优美 奖学金发放非常丰厚 是一所文理学院 那这个学校呢 顺便说一句 它有很多实用性很强的专业 强调培养学生不同学科之间的牵移能力 商学是最热门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学校的例子 University of Redwood 它是一个规模中等的学校了 3000多名将近4000多名学生 那第二个数据我们看到73% 还记得我们上次所说的 6 year graduation rate吧 73%的学生6年内毕业 那全国的平均值呢 是59% 这73%还算可以的一个数据了 那第三个大字的数据是 Average Financial Aid Package 就是学校给学生发放的助学金 奖学金中 助学金和奖学金大概有多少 平均值呢 是三万五 那在这个三万五下面 还有一个小字 80% Financial Aid Package 也就说根据EFC算出来 这个学生家庭有需要经济补助的 有87%的学生都是得到满足了的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据 在美国大学发放的Financial Aid中 有三种 除了Free Money 就刚才我们谈到的Gip Aid 还有Borrowed Money和Earned Money 所谓Borrowed Money呢 就是贷款了 它包括无息贷款 有息贷款 各种各样 这里呢 我们就不具体谈了 那另外第二种 第三种呢 是Earned Money 主要是指的Work Study Program 就是学校给学生提供打工的机会 那工资呢 是由政府补助 每个星期工作时间 大概10到15个小时之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学生的机会 有些家长觉得读书就读书 在我们中国就是读书就读书 不要去打工 但其实我觉得这非常锻炼学生 另外有很多研究已经表明 打工的学生成绩反而更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会安排时间 如果不打工的话 这部分时间大概也玩玩呀就浪费掉了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 读不同的大学支付的Net Price是不一样的 根据国家的规定 原则上学校是应该在自己网站上挂出Net Price Calculator的 那也说我们到Google 搜Net Price Calculator 加上学校的名字 那么这就会出来 那College Board上面也有Net Price Calculator 但也只是部分的学校 所以我们可以到学校的官方网站上去找这个Net Price Calculator 那刚才给大家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Santa Clara University的这个Net Price Calculator 和刚才的EFC Calculator一样 Net Price Calculator 一步步填 信息越准确 答案就越有参考价值 那么这里呢 我说这个答案只有参考价值 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不知道申请者的所有信息 给出的Financial Aid 大多情况下只是根据学生现有的GPA和考试成绩的一个估值 第二 学校录取学生 很多情况下都采取的是综合评定 发放Financial Aid也是如此 第三 从理论上讲 每个学校都应该建好Net Price Calculator 让学生和家长清楚的了解读这所学校需要支付多少钱 但实际上不是每个学校都遵守这样的规定 有很多学校不把这个计算器放在显眼的位置 在网页中非常难找 或者呢 他们的Calculator见得非常的差 比如说有的学校本来用的是CSS Profile的计算方式 他的Calculator给学生家长提供信息用的却是FaFa的计算标准 所以就误导了学生和家长 那有的时候呢 这个Net Price Calculator或者只只提三四个问题 就完了 那每个人得出的答案是一样的 我和我的同事参加了很多业内会议 会议 比如说吧 有好几次卡内基梅隆的学校就派人来开会 每次都会被Consular问到 卡内基梅隆的学校派人来开会 每次在开会的时候 就会被问到为什么他们学校的Net Price Calculator做的这么差 但是他们每次都顽固左右而言它躲躲闪闪 关于Merry Bay Scholarship 我这里再强调一下 很多情况下呢 这是学校为了吸引家庭情况还不错的申请者入学的一个降价招数 这相当于买东西打折 吸引顾客 有时候呢 学校还提高定价 本来学费是5万的 提到6万 给申请者1万的MerryBase Aid 这让学生家庭觉得好像省了钱 其实不是这样 那我这里讲的是普遍的情况 不是指的所有的学校对Merry Bay Scholarship都是这样子发放的 还有的学校在大环境下被迫提高学费 比如说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它是Minnesota的招牌州立大学 学费本来还是算划算的 但是现在被迫提高 那是因为别家州立大学 比如说UC Berkeley UC Vermont Michigan 这些旗舰州立大学的学费高了 自己家学费低 看上去好像学校质量差似的 这就跟买东西一样 本来觉得东西没什么问题 但是价格低于市场价 我们总觉得什么有什么不对 现在大学招生也是做市场营销 他们也研究消费者清理的 那么如何得到Merry Bay Scholarship呢 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Match 那学校会把Merry Bay Scholarship给申请者中各方面情况都最适合他们学校的学生 那所以说学生不是在选择大学时不是随便交易所就生 要仔细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是不是适合自己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双向选择 另外如果学生包括成绩等综合评估在其他申请者与其他申请者相比排前列 如果他在其他学校可能是Second Tier Applicant 但在这所学校是First Tier Applicant 那么这个学校想要这个学生就会发就可能发放丰厚的Married Aid 如果学生不去打几不去声名气大大家都生的热门学校 愿意去一些地方稍收的偏一点 再加上这个学校想吸引加州学生 同时资金比较丰厚 你想招收对他们来说条件比较好的学生是很有可能拿到丰厚的奖学金的 有一个很普遍的情况是家长会问 好我学校选好了 现在开始考虑如何申请奖学金 或者我们请一个顾问来帮我们 那我通常跟家长说 我们的顺序不是先选了学校再考虑如何申请Financial Aid 而是对Financial Aid的不同需求影响了我们选择申请哪一所学校 所以经济因素一开始就要考虑 下面我们来讲讲Private Scholarship 那所谓Private Scholarship就是社会公益组织 校友会社区基金会等等提供的 那还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公司企业集团提供的 比如说可可可呀盖茨基金 英特尔等等 那还有一些Private Scholarship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专门给左撇子的学生呀 做苹果派做的特别好的学生 或者名字信以某某某结尾的呢 当然了这个信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有一个误区啊 就是认为可以从这个途径拿到很多钱支付大学学费 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少数的Private Scholarship的奖金 奖学金非常的丰厚 但是全国的学生都在申请 很少的学生能够拿到 所以我跟学生和家庭说 家长说在一般情况下 做好手头的工作 选好学校 这是范南世卫的大头 不要顾此失彼 Private Scholarship呢 只能作为part-time work 绝对不要全职投入 今天呢讲的都是 范南世卫的一些入门知识 尽管如此 这一讲非常的重要 希望给大家引个路开个道 为今后继续了解打一个基础 那么我一再强调match这个需要在华人中间推广的观念 这个match包括方方面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所大学一定要符合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在博克力培训结束以后 每一两个月会和以前的同事碰头 讨论我们辅导过的小孩子 互通有无 那这个例子呢 是我同事去年辅导的一个白人家的小孩子 这个白人小孩子呢 在湾区公立高中读书 家庭经济条件一般 算不上贫困 但是拿不到need based financial aid 刚刚在线上 家里是正死工资的 公司普通职员 没有什么存款 读书呢 读大学对家庭来说 是经济上筹存的事 这个小孩子喜欢新闻 生了一些学校 最后有两所 最后有两所学校中他的意 一所是哈佛 一所是University of Missouri 那我们可能对University of Missouri不是很了解 其实这个学校的新闻非常非常的好 业内非常非常的有名 对于哈佛来说呢 这个小孩子不算是特别出色 需要自己支付学费 给了很少的相当于打折一样的奖学金 自己需要贷款十多万 那在申请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学生中呢 他就算比较出跳的了 最后学校给了他丰厚的married aid 也就是说读大学 最后算下来不需要自己怎么掏腰包 我们呢 一般认为读了哈佛 被哈佛录取了 砸锅卖铁都得去哈佛 但这个学生呢 跟我的同事 还有家长 学校的老师商量以后 最后选择去了University of Missouri 他觉得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很高兴去了这所学校 因为做记者非常的辛苦 回报相当的少 不论是名校 还是学校牌子没有这么有名的 学校出来的学生 刚出来 挣的钱都不是很多 背上沉重的债务和一身心找工作 意义完全不一样 那如果这个学生以后还想继续读研究生的话 债务可能会更重 对于家庭和学生本身来言 学费如果超过了家庭的承受能力 压力过大 生活质量低 学生在选择的时候会放弃很多的机会 不敢在年轻的时候去冲去闯 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这个小孩子到了University of Missouri 他在这个学校会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他会有很强的自信心 受到很多的青睐 有很多的机会 毕业后一身心找工作 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经济方面的问题 不是大学申请的最后一步 而是家长一开始就要坦诚的告诉小孩子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让小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有什么样的经济能力 在这样的经济能力下已经付出了很多 一定要让小孩子清楚这个现实 一个很大的误区是 一开始没有交流 小孩子铁定了心要去某一所学校 但爸爸妈妈却不能支付 选择大学是情感的选择 也是理性的选择 所以我们希望小孩子能走好这一步 另外 不管回头来看 选择是好是坏 选择了就大胆的往前走 不用后悔 不用回头 那么最后呢 我再来分享几个讲座信息 最近的两个月 我会在Cupertino Library和Mupitas Library 做三场关于高中规划和大学升学的公益讲座 语言是英语 针对的是包括华裔在内的所有高中生和即将进入高中的初中生 那有时间的话 爸爸妈妈住在附近可以带小朋友来听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现场和我交流 如果大家对大学申请 有什么题目特别想了解 可以和我留言 针对普通 针对普遍关系的话题 我会专门为我们华裔群体准备中文讲座 线上或者线下和大家分享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加我的微信 我会在朋友圈或公众号发布最新的讲座信息 最后 非常感谢天幕教育基金会 感谢天幕山组织筹划 感谢所有义工整理音频和文字资料 感谢爸爸妈妈关注 我以后会在群里继续和大家讨论交流 让每一家的小孩子都能在摸爬滚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希望他们健康茁壮成长 爸爸妈妈辛苦了